在如今这个经济发达的时代,人们的生活水平都有所提高 但生活水平的提高也会导致很多人都有着不好的生活习惯 从而导致很多人平时都会有着肠胃疾病 所以现在很多年轻人或多或少都有一些肠胃疾病 而在年轻人的饮食当中,通常都与五个字有关 咸、甜、酒、肉、烫是很多年轻人的吃法 但是其实这种吃法会对身体造成很大的影响 咸、甜、酒、肉烫的影响 咸,平时很多人都有着喜欢吃咸的爱好 其实人体每天摄入的盐量最好不要超过六克 高盐食物会含有高浓度的压硝酸盐 从而容易使人患上胃病 同时当高盐食物进入胃中对胃黏膜的伤害也是很大的 甜,现在很多年轻人都有喜欢吃甜食的爱好 其实甜食吃太多的话 对身体的健康也会有很大的影响的 如果经常吃高糖食物的话 不仅会增加患上糖尿病的风险 同时还会导致骨质疏松 胆结时当疾病的发生 酒,很多人在吃饭的时候都喜欢喝酒 但是酒精是风湿 肝病,心脑血管疾病最大大诱发因素 据了解经常喝酒的人 患上心脑血管几率要比普通人高八倍左右 所以各位在平时的饮食当中还是少接触酒比较好 肉,相信很多人都是都是无肉不欢 如果一顿饭里没有吃肉的话 那么就和没吃饭一样 其实如果吃的是鱼肉,鸡肉,瘦肉这种的话倒没什么 但是如果经常吃红烧肉的话 很有可能会引起脂肪肝,高血脂等疾病 所以在平时的生活中吃肉最好少吃肥肉 烫,相信大家在平时吃饭的时候 经常都能够听到有人提醒你趁热吃 其实如果食物温度过高的话 会伤害到我们的食管和消化道 人的口腔和食道表面都有一层粘膜覆盖着 通常口腔和食道的温度会与体温相近 也就是37度左右 当口腔和食道接触了75度左右的食物时 粘膜一般都会受到轻度的灼伤 那么大家在平时吃饭的时候 最好要注意避免以上的污点 以防各种肠胃疾的发生 越来越多的人患上了胃病 胃病患者常常被西医医生告诫要避免食用某些食物 以免加重病情 但是胃病患者并非什么都不能吃 有些食物反而有助于缓解病情 首先我们要明白食物具有性 是指食物的性质和特点包括寒、热、温、凉等属性 对于胃病患者来说 选择合适的食物非常重要 一般来说胃病患者多属于脾胃虚弱 不宜食用过于寒凉的食物 以免影响消化功能 同时一些辛辣、刺激性食物也要尽量避免 然而胃病患者并不需要完全忌口 适当食用一些温性和平性的食物 如糯米、大米、小米、山药、香菇、鸡肉等 可以起到健脾养胃的作用 此外一些具有药用价值的食物 如红枣、蜂蜜、姜等 也有助于缓解胃痛、胃酸过多等症状 当然胃病患者的饮食原则 还是要以清淡、易消化为主 在选择食物时 应该避免过度油腻、过甜过咸的食物 以免增加胃部负担 同时要注意饮食卫生 避免感染幽门、罗杆菌等病原体 总之胃病患者并非什么都不能吃 只要掌握好食物的性质和特点 适当选择温性、平性食物 注意饮食卫生和清淡易消化 就可以在保证营养的同时缓解病情 同时患者还应该保持积极的心态 在选择食物时 可以根据自己的病情和体质 来选择适合的食物 例如脾胃虚寒的患者 可以适当食用姜、胡椒等温性食物 而胃酸过多的患者 则可以食用花生、蜂蜜等食物来中和胃酸 此外还可以通过中药条理和食疗来改善病情 例如四菌子汤、健脾丸等中药 可以健脾养胃提高消化功能 而山药粥、红枣粥等食疗方 则可以起到养胃的作用 除了食物选择外 饮食习惯也是影响胃病康复的重要因素 患者应该避免暴饮暴食、过度饥饿或饱食的情况 尽量做到定时定量进餐 此外 细脚蔓延也有助于减轻胃部负担 缓解病情 胃病患者应该根据自身情况 选择合适的食物和饮食习惯 通过合理的饮食调理和生活习惯的改善 可以有效的缓解病情 提高生活质量 同时也要保持积极的心态和良好的精神状态 以促进康复 现如今 胃病成了一种流行 不管老少 没有胃病的人反而成了少数 据世界卫生组织胃病情况统计 胃病在人群中发病率高达80% 俗话说胃病三分靠智 七分靠养 很多人一听到胃不舒服 就想到喝粥 不管是什么问题 好像一喝粥就能好 那么喝粥真的能养胃吗 我们一般说的胃病 主要是胃反酸 胃炎 胃溃疡 食管反流等 发生在胃黏膜上的病变 而养胃 就是要帮助胃黏膜慢慢的修复 让胃液分泌恢复正常 事实上 喝粥的却可以减轻胃的消化和排空负担 在消化不良时 喝点清淡的粥对胃是一种减负 但是仅仅减轻负担是不够的 喝粥不能让慢性胃炎减轻 也不能让溃疡愈合 如果喝粥速度比较快 大口大口的喝 还会加速胃黏膜的损伤 因为食物吞下时间太快 消化也来不及反应 就会使食物堆在消化道里 从而加速胃黏膜的腐蚀 已经有胃病的人长期这样喝粥 起不到养胃的作用 反而会造成胃部的进一步损伤 像山药和其他具有黏液的食物 还有一些多糖类物质 可以起到养胃的作用 但是食物中多糖的量太少 不能完全依靠吃山药来治疗胃病 还有人喜欢喝特别烫的粥 觉得这样能暖胃 但其实超过65摄氏度的粥 就会对食管造成伤害 不仅不能养胃 还可能会烫伤食道 产生更严重的消化道伤害 那么我们该如何养胃呢 其实所谓的养胃 就是要保持胃原有的规律 如果你的胃本身没有问题 那就不用特意去养 只要不去经常刻意刺激它就好 对于胃不太好的人 就需要吃一些容易消化 没有刺激性的食物 还要做到以下几点 首先 吃饭要讲卫生 选择正规食材 保证器具的卫生 防止各种细菌 病毒和寄生虫 引起急慢性胃肠炎的频繁发生 其次 饮食要清淡 少吃高盐高油的食物 还要戒烟戒酒 此外 吃饭要按时按量 细嚼慢咽 给肠胃消化缓冲的时间 不要喝太多含糖碳酸饮料 最后 还要注意用药安全 不要随便吃药 有些人 一饭胃疼 就喜欢吃一些止痛药来缓解 往往治标不治本 失去疼痛的保护 胃受到的伤害会更多 饮食习惯对胃不健康有着直接影响 不恰当的饮食选择 如频繁摄入油腻食物 辛辣食品 过量咖啡因和酒精 都能刺激胃酸分泌 引发或加重胃部不适 此外 吃得过快 过饱或不定时进食 也会给胃带来额外负担 导致胃痛和消化不良 长期以往 这些不利的饮食行为 可能增加患胃炎 胃溃疡 甚至胃癌的风险 因此 保持均衡的饮食 避免刺激性食物 并合理安排饮食时间 是缓解和预防胃病的关键措施 六种需谨慎食用的食物 一 高脂食品 高脂肪食物 需要更长的时间来消化 这会导致胃酸在胃内滞留时间延长 从而增加了胃部的压力 和反酸的可能性 此外 高脂肪食物 还可能促使下食管 扩约肌松弛 这样 胃酸就更容易反流到食管中 引起烧心等症状 建议替代品包括低脂肉类 如鸡胸肉或鱼肉 并通过蒸 煮等烹饪方法 减少油脂的食用 二 辛辣食品 辛辣食品 含有刺激性化合物 如辣椒素 它们可以直接刺激胃粘膜 引发炎症和疼痛 对于胃炎或胃溃疡患者来说 使用辛辣食品可能会加重病情 选择温和调味的菜肴 利用香草如迷迭香 百里香来取代辣椒 不仅能增添风味 还能避免对胃造成伤害 三 酸性食物 酸性食物 尤其是某些水果和汁液 如柠檬汁和西红柿汁 可能会激发胃酸分泌 从而对已经敏感或受损的胃粘膜 造成进一步的刺激 改为食用碱性或中性的水果 比如香蕉 甜瓜或熟苹果 可以降低胃部不适 四 含咖啡因的饮料 咖啡因是一种天然的中枢神经刺激剂 它不仅可以提振精神 还能刺激胃酸分泌 对于胃病患者 过量的咖啡因摄入可能会导致胃痛或反酸 无咖啡因的草本茶 如柑橘茶或薄荷茶 可以作为更好的替代品 既能提供舒缓效果 也不会增加胃酸产生 五 粗鲜为食物 粗鲜为食物如全穀物 坚果和带皮水果虽然对健康有益 但对于消化系统较弱的人来说 它们可能难以消化 从而加重胃的负担 改吃如白米饭 面条和熟蔬菜等易于消化的精细食物 可以帮助减轻胃部负担 同时还能提供必要的营养 六 冷冻或过冷食物 冷食会刺激胃壁 引起胃部收缩 可能导致疼痛或不是